古人云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当初美国民众既然能把拜登推上总统宝座 那也就能把他从这上面拉下来 为了能够安安稳稳地坐住总统的位子 拜登终于要对美国人人自危的通货膨胀下狠手了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8月16日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总价值为7500亿美元的 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 该法案现已正式生效 该立法的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医疗保障覆盖范围等 7500亿美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要知道美国一年的军费也就8000多亿美元 能使出这么大的手笔 看来拜登对削减通胀保有势在必得的信念 他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该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案之一 并且还要在9月6号举办签注该立法颁布的活动 美国历史只有200多年 能够称得上是最重要法案的 其实也就那么几分 哪个不是决定了美国未来命运的 结合当下美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 拜登是在对标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 因为一方面来讲 拜登此人常以罗斯福自比 在竞选期间 拜登就说过 我想成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最为进步的总统 另一方面 虽说美国碰上的经济危机不少 但是出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 其实也就罗斯福这一次 当年的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 助力美国做上世界头把交易 那如今拜登的法案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吗 诸多美国媒体也显然持反对的意见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杰蒂蒙斯 对美国著名经济杂志商业设施表示 该协会坚决反对 拜登搞出来的这项法案 他们认为该法案只会增加制造商税收 削弱其竞争力 纽约邮报则发表了题为虚假标签下 民主党人不断地给美国经济下毒药的文章 称法案要求的数千亿美元税收将重创美国人 可能造成经济衰退加剧 整个美国可能会因此陷入困境 当然提出反对意见的基本上 要么是共和党派的人士 要么是该法案确实的受害者 美国政治分歧如此严重 拜登就是做得再好 也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赞扬 那么拜登雄心勃勃的法案 最重要的法案 值得专门庆祝的法案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到底一个致力于能源领域和医疗领域的法案 是怎么遏制通胀的 我们接下来详细地为您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拜登的新政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 7500亿美元 钱从哪里来 这是首要的问题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拜登则采用了一个非常鸡贼的办法 他没有直接从国库里支付这笔费用 也没有采取惯用的增加赤字的手段 而是通过对一些企业和个人加税筹集出来的 相当于政府根本没怎么花钱 据媒体报道 该法案将对年利润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征收15%的最低税 这些企业以往交税的比例很小 这一下子不就开源了吗 媒体预计未来十年 光这一项就将增加2580亿美元的税收 其次美国国税局 还将通过加大对年收入40万以上人群 追查偷税漏税力度来筹款 预计将带来2030亿美元的新收入 此外今后美国国税局 还将对回购股票的公司 征收1%的最低税 这一项也可以得到3000多亿美元 满贫的税税税 这一下大家知道羊毛出在哪里了吧 特朗普是对着头部的大企业使劲耗羊毛 像是苹果 亚马逊 沃尔玛等等 都被特朗普遮动的不轻 借此来补贴普通人 而拜登这次是对中油的企业展开剪刀 选择的对象不同 也可以看出两人的政治倾向的不同 钱是收来了 那要怎么往外花呢 白宫给出的解释是 其中约4500亿美元用于支出 剩下的3000亿美元用来削减政府赤字 削减赤字没什么花样 为了通胀削减赤字也不是拜登的首创 我们主要来谈谈 这4500亿美元拜登准备怎么花 要知道应对通货膨胀 各国基本上都是靠减少货币供应量来实现的 没有见过靠增加投资来减缓通胀的 从法案内容来看 这笔钱有3690亿 是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 给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领域 大量的税收优惠 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领域 也得到了拜登的垂青 此外拜登还将给医疗领域拨款640亿美元 用来补贴评价医疗法案 和降低处方药的价格 以上便是该法案的主要内容 具体花在哪里 我们不做详细的叙述 因为拜登食奶大水慢灌 杂七杂八加起来 大约有20个领域都得到了拨款 甚至探补及利用和封存 滤青 轻能集群和师范 都榜上有名 详细解释起来 占用篇幅太长了 不难看出来 拜登这套法案实际上 是美国版本的转移支付 他从利润高的中型企业 和高收入群体征税 然后把收上来的钱 补贴在清洁能源领域 并让居民医疗喝上了一点肉汤 经过上面的介绍 相信大家已经对拜登 扯虎皮拉大旗的行为 有了认识 法案说是7500亿美元 但实际上只有4500亿美元 花在实处 而这4500亿美元 还是分10年征收的 相当于清洁能源领域一年 差不多只能分到450亿美元 而这450亿美元真的很多吗 当下美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领头羊 特斯拉公司的市值 大约为9450亿美元 这其实也是 拜登上任以来的惯用手法了 他特别擅长将政府的支出 包装在一起 用来塑造一种庞大投资的假象 我们给大家列举一下 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 这个大约花掉7500亿美元 2022新片与科技法案 前不久刚通过的 大概支出2500亿美元 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 今年2月份的 也是2500亿 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 去年11月的 1.2万亿美元 新冠纾困法案 去年3月份的 总额1.9万亿 这些都是一个套路 几把风马牛 不相及的政府投资 放在一块 然后冠以一个振兴美国的口号 狂吹其历史影响 至于签署之后具体效果如何 估计拜登是不会太管的 反正噱头已经赚到 近期美媒多次爆料称 去年通过的基建法案 进度迟缓 拨款迟迟不到位 一些建设项目的进度 和去年几乎一个样 看来拜登是在 放长线钓大鱼 不屑于万丈高楼平地起 这句话 这次7500亿美元的 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 很难说 不是这个下场 一个以10年为项目周期的计划 期间必然会赶上总统换季 国会洗牌 拜登能不能连远都不好说 到时候谁来为这个计划担保呢 即便法案能够顺利落地 我们也不能说 它是有切实有效的 两个问题 摆在前面 一个是每年450亿美元的投资 能否壮大美国的清洁能源行业 另一个是这450亿花出去 能否降低通胀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 那就是投资还远远不够 要知道该法案投资的领域 有将近20个 平均下来一个领域 每年才能分到20多亿美元 虽说它不是平均分配的 但是这也可以看出来 其捉襟见肘的程度 在新能源领域 相比中国来讲 美国本就没有什么大的优势 连吃老本的资格都没有 又搞出来这样一个大水漫灌的计划 最后势必出现什么都搞了 但有什么都没有搞好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也是同样的逻辑 拜登这个法案制止通胀 其实就想通过加税 来抑制热钱流动 然后把这笔钱用来降低赤字 并增大能源领域的投资 进而从根源上 缓解当下严重的通胀 但问题是 这7500亿美元是分10年收上来的 每年就算能收750亿美元 那又能对当下的局势有多大环节呢 况且美国政府就算是再怎么无能 也不至于让通货膨胀持续多年 一个持续10年的遏制通胀的计划 拜登是打算把下届总统的活也干了吗 拜登这项穷心勃勃的法案 不能说没用 只能说对当下没什么用 至于10年之后有没有用 估计拜登本人都不知道了 他今年都80了 说穿了这份法案政治上意义大于其经济上的意义 拜登迫切需要一点政绩来挽救民主党的中期选举 和自己的下一轮任期 拜登上任也一年半了 这一年半时间里 他基本上没给美国人带来一点好消息 从阿富汗撤军以及撤军时的乱象 彻底丢干净了美国在中东中亚的脸 俄乌战事时不敢越雷迟一步的态度 更让诸多北约盟国含心 解放军绕台军演后 美国只敢放几句不嫌不淡的话 韩国立马主动和中国接触 甚至连拜登本人抛下脸面去沙特求情 沙特也无动于衷 而在国内拜登同样干的也不怎么样 几天前FBI搜查特朗普的私人住宅 引发了其支持者对于当下美国政治的强烈不满 他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狂刷第二次内战 更早一点的时间 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布禁止堕胎 社交媒体上更是闹翻了天 对于任何一个美国民众来讲 现在美国出现了种种乱象 不知道你拜登还能找谁呢 一年半时间几乎尺无寸功 拜登也难有继续下去的政治资本 因此当下的拜登就算不为了总统连任 也要为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 做一些能提振民主党支持率的事情 不然民主党必然大败 一旦输掉中期选举 那剩下的两年时间 他也不要指望能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手里 通过什么法案了 所以拜登才又搞出来这么一个庞大的法案 其实这项法案叫新能源补贴计划 更加合适 但拜登就是要把它包装一下 叫一个削减通胀的名字 美国老百姓又不一定立刻就买新能源汽车 但是他们一定深受通货膨胀的困扰 不管怎么说 这起码也是拜登的一项政绩 至于其实际效果 我们上面也提到了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 连国会控制权都要把握不住了 拜登哪里还有心思操心 几年后才有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辆汽车 美国现在毫无疑问是在走下坡路的 那它车上承载的东西还能向上爬吗 这种情况不是换几个总统 搞几个大型投资项目就能解决的 就拿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来说 谁能想象一个致力于削减通胀的法案 其生效期竟然有十年之久 而这样的法案 拜登认上搞了好几个 当美国不和过去独步天下的自己比 而是跑来和中国资助比较的时候 它就已经掉进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再怎么着眼也无济于事 再次进历史周期 再次进历史周期